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yblog 一个拥有多年平牌设计经验的顾问 那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平牌设计的流程 四大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客户的背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比如说他最主要的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比如说我想要把平牌搞好 我想要现在进行到如何的一个层次 我们需要跟客户谈好 类似这样子的方向的合作 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答题 让他们去回答 跟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那最后步骤呢就是研究跟实行 那我们有了这些全部的资料过后呢 我们会开始会跟团队一起去做调查 遭受真正的需求 然后开始实行把它做出来 好了 谢谢大家 那我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聆听 欢迎这样去制造一个品牌设计的一些看言之类等等 我是Keyblog 品牌设计顾问 高兴认识大家 感谢大家